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谈一下川普的状况 今天早上呢 张太公出了一期节目 就是介绍了川普如何感染了这个病毒 以及当时美国这边的应对策略 当时呢 说到他病情这块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在白宫居家隔离 那么经过这一天呢 又有很多情况出现 那么张太公呢 把这些信息给大家串起来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川普的健康呢 实际牵扯到了世界上很多事情 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川普感染病毒到现在 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他曾经的朋友习近平呢 没有表态 我觉得这就是呀 习近平失去了最后跟川普和解的机会 也失去了中共跟美国最后的握手言和的机会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川普现在的情况 在今天下午啊 川普夫妇呢 感觉到一些不适 就是有这个咳嗽 有轻微的低烧等等这些新冠的症状 所以呢 就决定了川普到医院去治疗 然后第一夫人呢 继续居家治疗 那么川普呢 就被海军一号送往了 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他登上飞机前呢 他发表了一段电视讲话 这个也是他确诊感染新冠以后呢 第一次的电视讲话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我要感谢大家的巨大支持 我将要去沃尔特里德医院 我现在感觉良好 但是我们要确保一切顺利 第一夫人也感觉良好 非常感谢你们 我很感激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谢谢你们 川普说的这个话呢 还是很真诚的 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川普就是隔离在家呢 他也一直在工作 那么我觉得把他转移到医院去呢 这个策略是比较正确的 可能在医院呢 就会给他搭建一个工作室 是不影响他工作的 但是对他的这个监测 跟他的这个治疗 那么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白宫的医疗团队发表声明称呢 川普呢 接受了抗体肌维酒治疗 还服用了维生素D 阿斯匹林 与帮助睡眠的药物 说感觉是良好的 也很有效 我想呢 按照美国的医疗技术 如果再把总统再治不好 那就确实有点打脸了 我想呢 川普虽然年纪大一点 但是他整体的身体素质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认为他能挺过这一关 然后又介绍了川普的家族 就是他整个家族的人 都没有感染病毒 女儿女婿儿子等等 都是检测成阴线 现在呢就是他的助手 彭斯也是阴线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说川普的家人是平安的 他的竞选团队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大选工作 张太公认为啊 还会顺利的进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川普的主要竞争对手 拜登在得知川普感染病毒以后 拜登是怎么表现的 我们来看啊 拜登呢 他首先说 这不是党派的时刻 他必须是美国的时刻 就是川普感染这个病毒呀 他不是一个党派之争 这是一个美国的关键时刻 对不对 这个事情关乎到美国的命运 所以拜登这个高度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他说呢 愿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护第一家庭 以及与这个病毒有关的每个家庭 而且他们的团队 马上撤销了 所有批评川普的负面广告 对不对 你看人家这个拜登是怎么做的 假如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想 那么是不是趁你病要你命 还撤销攻击你的广告 现在应该更加指责 对手的当初抗议不力 才造成今天的结果 甚至可能会说你咎由自取 对不对 但是呢 拜登没有这样去做 他首先说呢 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党派的事情 是美国的事情 对不对 一国的总统呀 你在这个时候你感染了病毒 那肯定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呀 况且呢 他替川普祈祷 希望上帝保佑他 保佑第一家庭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文化 它还是有一定的包容性的 拜登的这个做法呢 张太公还是肯定 那么得知川普感染病毒以后呢 全世界呢 有很多政要 都给川普发来了 微文献 我当时还想呢 习近平会不会也发一个呢 实际到现在 习近平也没有发 有关中共对这个事情上的表态呢 我们最后来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人们普遍认为的 习近平的两个好兄弟 普京跟金三胖 人家在这个时候 是怎么表态的 对不对 我们先看普京的 普京在得知川普啊 感染病毒以后呢 并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向川普发出了私信 那么他在这里头说呢 我坚信您的自然生命力 您的强有力的灵魂 您的乐观精神 将帮助您战胜这个危险的病毒 看到没有 普京人家这个话 先说的非常好 那么我们大家想 在这个美国的倡导下 对俄罗斯实行这个经济制裁 已经几年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人家普京还能讲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普京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所以呢 同样是独裁者 独裁者跟独裁者之间 还有差距 还有人气量大 还有人气量小吗 有的人呢 看着能扛二百斤 实际呢 是个小度极长嘛 那么我们再看 习近平的小兄弟 金三胖 他是怎么说的 金三胖呢 在10月3号朝鲜时间 他呢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会委员奖的身份呢 向美国总统川普呢 制了卫文殿 殿文如下 我惊心您和尊夫人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均呈阳性 我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慰问 我真心的祈愿您和尊夫人早日治疗康复 您一定会战胜疾病 我向您和尊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金正恩 看到没有 这是金正恩法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还很有水平 写的也是文文尔雅 这个金正恩啊到底是在瑞士长大的 还是学了一点东西啊 这个话讲的还是有些水平的 我看到报道呢 就包括谭德赛也向川普发来了卫文殿 电文呢 我没有看到 但是谭德赛肯定是给川普发了电文的 那么我们再看中共这面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的华春莹啊 在第一时间他对这件事呢 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呢 祝愿川普与第一夫人呢 早日康复 这就没了 就讲了这样一句话 没准他在心里头呢 把川普家庭呢 诅咒了多少遍呢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胡锡进 这个胡锡进呢 就非常的高兴 那意思就是说 川普你得这个病活干 就是你前面淡化这个疫情 你现在付出的代价 就是毫无同情心而言 这个是在中国呢 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然后人民日报呢 关闭了有关评论 他害怕这上面的评论 过激吧 引起国际上不好的印象 那么我们再看国内的表现 那么这个就看不成了 让人觉得非常的失望 好多营业场所呀 都是热烈祝贺川普感染新冠病毒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子吧 很多人可能都有记忆 就跟当年福岛日本地震以后 中国人的那种德性是一样的 所以江泰公看了以后 心里非常不是个滋味 这个呢 就让江泰公呢 想起了一个歌德的名言啊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当人变得真正的低劣的时候 除了高兴别人的不幸外 已无其他的乐趣可言 实际我觉得 中国人啊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就是把别人的灾难 当做自己的乐趣 对不对 那么川普现在感染了这个病毒 难道说你值得高兴吗 难道说中国人当时感染病毒的时候 美国人为之欢呼了吗 对不对 那么江泰公可是知道呀 美国多少人是把这个防护物资 无伤的捐到了中国 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病呢 会传到美国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同样是遇到了灾难 人们的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美国总统得病了 哎呀 中国那帮韭菜粉红五毛战狼呀 那都是高兴的都不行 好像他们打了一场大身仗一样 我都不知道他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那你想想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高官都得了病 中国连一个处级以上的干部 都没有得病的 对不对 这个可能最早期有个别的 那么到后来呢 为什么没有 因为中国的是官僚呀 他是脱离群众的呀 跟你群众就不接触呀 对不对 那么你反观像川普呀 像这个英国的首相呀 巴西的总统呀 他们要接触大量的平民百姓 他们要走到这个百姓中间去 那么这个呢 也增大了他们感染的几率 当然美国的防御不劣 那么这个我们也应该指出来 你包括这个川普 他到这个公共场合 我觉得他自己呢 都应该戴头戴口罩 但是呢他经常不戴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美国民众的不重视呢 与这个高层的不重视 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这次 我觉得也是给美国交了一个关 那么以后底下的老百姓 可能也会意识到 这个新冠病毒呀 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有多少证据表明 这个就是中共造的毒吗 就是中共放的毒吗 现在呢 中共国的百姓呢 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还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还在那举国欢庆 那你不想一想 你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吗 你这不就是一种 那个偷袭行为吗 这个现在人家正在跟你定罪名 什么种族灭绝罪 反人类罪 对不对 你现在还高兴呢 你不想想 这件事会加快这个事情的进度的 他们完全忽略了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那么我们再看看历史上 当年呢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呢 举国欢腾呀 此时呢 唯独山崩五十六 成天忧心种种 关注着天气预报 有很多日本人迷惑不解的问他 他说 我们的袭击唤醒了一个巨人 如果天气状况良好的时候 我相信美国人的轰炸机 一定会到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高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跟这种愚昧的民众 是完全不同的 对不对 你想想吧 当时的情况 是不是日本的这种基层的民众 被军国主义忽悠的 跟现在中共的韭菜差不多 但是山本五十六是清醒的 那么我就不知道 这个时候习近平你还不是清醒呢 前边中美关系已经搞到那个程度了 那你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候赶快表现呀 对不对 发个电报有那么难吗 对吧 打个电话有那么难吗 然后你不吭气 我觉得这是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所以呢 让我说中共完了 他再没有机会了 你惹了美国 那么美国将会从各个方面来收拾你 甚至可能来斩你的手 把你所想的所有的战略计划 全都给你抛开 我就是斩首 就这一招就把你中共治了 我看从这个事情过后呢 美国人可能也就清醒了 跟中共这样的组织打嘴炮 没有意思 要来就来实的 我觉得这次呢 川普得个病呢 可能还真把美国人呢 彻底打醒了 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对美国的大选啊 也有一定的影响 本来呢 川普就对这个邮寄投票呢 有一定的意见 但是川普自己得病以后 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因为这个加州的州长呢 努森今天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 下令呢 将11月份 美国大选的选票呢 寄给加州的2060万选民 就是加州不管了 我就把选票就寄下去 你们去邮寄 到时候呢 到那个投票点 投也可以 他好像是有三种方式吧 就是很随意的 对不对 所以你家州就这样弄了 那么我想呢 别的州呢 可能也会模仿的 因为美国这个州 还是有很大的权利 他会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动向呢 美国宾州共和党众议员佩里 周四提出了一项法案 要求把中共定性为 跨国犯罪组织 一旦获得通过 将允许美国把 有组织犯罪控制法 运用于中共和其他 与中共有关的人士 包括在美国涉及 犯罪活动的中共外交官 那么他这个法律啊 通过以后 对中共在国外的活动呢 也是有很大的打击的 所以呢 我在前面就说了嘛 川普这次得病 可能就是习近平跟川普 和好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他没有抓住 那么后面就等着吧 也许哪一天 谁都不知道的时候 无人机就来了 对不对 他可能自己还没有防备呢 这个就粉身碎骨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